8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明尼苏达州进行了连任竞选 该州在2016年输给了希拉里·克林顿 他宣称,如果今年在明尼苏达州获胜 那么一切都结束了,它已经都结束了 特朗普把矛头对准了民主党人 民主党人在为期四天的虚拟大会上 展示了美国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党内团结 以及只在11月击败特朗普的广泛联盟 特朗普星期一誓言要在10个月内创造1000万个就业机会 其中包括未将制造设施从中国迁往美国的美国公司设立税收抵免 特朗普在访问明尼苏达州期间对支持者说 他的政府将还剥夺了将工作外包给中国的公司的联邦合同 特朗普说,我们将为那些把工作机会 从中国带回美国的公司提供税收抵免 拜登的竞选团队周一上午对当晚的活动 进行了预演,并将其命名为我们人民 其中将包括现场演讲和预录演讲 两位发言人将试图阐明美国人面临的挑战 以及拜登计划如何通过团结全国来解决这些挑战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人名单中 包括几名共和党人 包括卡西奇,前新泽西州州州长克里斯丁托德·惠特曼 和前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 他们的加入激怒了一些民主党人 他们担心这会占用一些关键的进步派发言人的时间 比如福蒙特州的桑德斯和美国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新冠病毒大流行迫使民主党人对大会进行了全面修改 基本上取消了原定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举行的面对面会议 将其改为两小时的黄金时段虚拟演讲和活动 民主党人希望开幕之夜的阵容将凸显反对特朗普的联合政府 并与2016年形成对比 当时主要竞争对手桑德斯和提名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之间 挥之不去的恩怨也是导致他最终输给特朗普的原因之一